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回到Amazing Brandwood 售樓處 跟大家分享一下新推出的一座樓 之前Tower 5在年中賣光 現在發展商準備推出的是Tower 6 在它的北邊 方向向北 這座樓是39層樓高 賣點是景觀 北邊是三景 東邊都不會望到正以後的建築 所以東邊也開放 另外西邊 Willington那邊也開放 所以景觀是其中一個賣點 這座樓屬於Brandwood的Master Plan 現在是Neighborhood II的第二座樓賣出 由這座樓一路經過Willington 或者經過內街的商場 走過去Skytrain站Brandwood 都是說幾分鐘的事 而這個商場已經有一個部分 已經是modernized 大家會去那裡逛逛 我們很餓 其實要去吃東西 之後再會有發展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這個放大版的建築模式 其實Tower 6是後面向北邊的這座樓 方向這邊是北 這條是Willington Avenue 我這邊是西邊 這次的大廈和之前一個比較大的差別 就是它除了一直到39樓 高39樓是Pent House 所以我們賣就賣到38樓 之外它還有一些特色單位 就是由15樓打後樓下 大家會看到街梯式 就是有些大露台單位 夾一層是Balcony 然後有個大Terrace 會一路階梯 落到5樓的一個特色單位 一會兒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Floor Plan 這個建築的話 它其實真正的住宅 我們可以賣的Residential 會由5樓開始 5樓的下面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由Ground 4說起 Willington Avenue是行車路 它的入口處會在這裡進去 今次Tower 6的賣點 其中一個就是它那個 Concierge Lobby Area 會做到好像五星級酒店的感覺 外面會有一個Water Feature 然後有這個來去 即是可以讓大家在前面停下 drop off的地方 方便些住戶出入 Lobby本身裡面 也有差不多4500呎大的 裡面也有24小時的Concierge服務 有很多sitting area 讓大家住得很舒服 出入 出入口除了Willington Avenue 裡面Bolliver也會有一個出入口 所以是兩邊通的 這個是剛才說的Lobby Area 除此之外圍繞住Lobby Area 地下1至2樓那些 都會是一些商鋪 即是Commercial Space 然後去到3、4樓 這一堆黑色的 就會是由發展商去管理的Rental Homes 這些是出租單位 但是這些出租單位 它會完全是跟住宅分開 即是說它們自己會再有一個Lobby 自己的升降機和自己的會所設施 就跟這個大廈的住戶是完全分開的 去到5樓 就會是這一棟住戶可以用的回所設施 它有室外和室內的Area 總共是18000呎左右 它裡面有自己的Party Room 有Meeting Room 有Lounge 有外面的Sitting Area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很大的Gym 也有些草地的空間 然後這邊繼續是Terrace Home 特色單位去到15樓左右 16樓開始到上面的4樓 就大同小異 它的Terrace Home的特色 剛才也跟大家說過了 它是一排一排的上來 然後它們這一堆的單位 都會享受到北邊 或者是東西兩邊的景觀 所以都會是發展商今次的Premium Home之旅 來到這一邊 你甚至會看到 會有些是向著東邊的很大的Terrace 轉角位 所以如果大家是想買一些特色單位 給大家將來自住 甚至是很多 其實買Amazing Brand Wood 我也有很多客人看的 是一些住在附近 獨立屋的老人家 或者都未必是老人家 可能是去到四五十歲準備退休 不想再打理House 就會買一些比較大的單位 這些都是你的選擇 但如果投資類的朋友 你想買的話 就會有些小的單位選擇 稍後再給大家看看 這邊我們進來這個內圓位 Brandwood Boulevard 就會看到剛才Go Through的 馬路車 Willington可以這樣繞進來 再繞出去 然後繼續在Lobby Area 都是貫穿了 就有很多Sitting Area 可以坐一坐 Lobby上來去到五樓 這邊黑色Block 屋內都是會所設施 又繼續有坐的Sitting Area 然後有一個比較大的Gym Gym旁邊還有Yoga Room 都是落地玻璃 再出去就是草地的Area 所以這次的會所設施 都會是它的賣點 然後這裏 Brandwood Boulevard 這條路 行車都行人 一路可以連接到商場地 一路可以走到天車站 跟大家分享一下Tower 6 今次有什麼戶型選擇 因為它有很多特色單位 有Terrace Home 整棟樓太多選擇了 跟大家簡化一下 簡單來說 我們說Tower Home 基本上由22樓開始 去到38樓 都會是很類似的戶型 一梯就十火 主要是以兩房為主 有大量的兩房選擇 兩房這次都會分很多種 有一些是小兩房 例如B12這些兩房 其實它是600呎左右 610呎左右 它有一間房 就是看回東邊景觀 另外有一間房 就像一個很大的釘 又有衣櫃 但沒有窗 足夠你放到商人床 這些兩房 就是經濟實惠型 價位相對來說 會控制得低一點 611呎的話 以去Starting price 就可能80萬美 90萬頭便會買到 如果大家想要再大一點 或者景觀好一點的兩房 去到B208這些都會有 這個就會有山景體 所以也會大一點 700多呎 如果這個再跳上去的話 就會是這些Corner的兩房 好像這兩個 就會類似Tower 5的職 兩間房都有窗有櫃 是Corner Unit 兩邊都有窗 好四方的廚房客飯廳 然後有這個Warp Around Balcony B6和B8都是這樣的選擇 如果大家需要再多一間房 升級到三房的話 就是這兩個C1和C3的選擇 他們會有兩間有窗有櫃的房 再加多在中間 一個可以放到床的房子 也有衣櫃 但不過沒有窗 這些是三房選擇 這些價位是由最便宜的 這個單位大概可能是 八二萬頭開始可以買到的 其實簡單來說 Amazing Brand with Tower 6 今次我會分兩類 我自己的個人分析 一個如果大家想買一些 類似是上車型的 即是省省的 賣得便宜的 或者是將投資的性價比增高的 就會可以選擇東南這邊 因為這些價位會相對便宜一點 因為整棟房子 最貴的一定會是美觀的單位 這邊就租金回報高 我性價比高 現在好像Amazing Brand with Tower 1 他們自己本身有Rental Management 一房出租已經是2500-2600 甚至有些去到2700 兩房是租3,300-3,400左右 但如果大家買的是 大家的Future Home 是準備住進去 想買一個漂亮的景色 就可以考慮這一邊 西北 corner這一堆 北邊西邊都有Premium view 東邊也不差 但將來會見到未來的發展 所以這是大家可以考慮的 如果需要一房的話 高樓層的選擇就會比較少 下來21樓樓下 這兩個就會多一房500多尺的選擇 甚至去到下面 我看到Terrace Home那一層 大家可以看到 都會有多一些一房 白色就是一房的選擇 而Terrace Home 其實我們也有4Pen 但都沒有辦法展示給大家看 我放在網站上面 Terrace Home主要是說 剛才新出來的一堆 主要是兩房和三房的組合 如果大家對大型單位有興趣 就是Terrace Home 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一個是D1 一個是C6 這是一個四房單位 整座樓最大就是這個 1241呎的室內面積 再加上Outdoor Space 看你是哪一層樓 9樓是可以伸到最出的 應該是說到1000呎的室內空間 然後外面還有一個Planty Area 它的四間房是怎樣的呢 首先最美的位置 就是客飯廳位置 向著西北 有完整的廚房、飯廳、客廳 主人房都是對著北邊的山景 然後En suite有4Pen 兩個Sink 再過來這邊就是1、2、3間房 其中有一間房是沒有窗的 這個就是四房單位 然後有兩個洗手間 如果大家想買的是三房單位 都有的 旁邊的C6 都有三間房 三間房都有窗、有櫃 這個室內面也有1086呎 這兩個是整個建築 應該是比較大型的單位 有興 但它很少而已 所以要爭取就趁早了 我們現在就去看一看showroom 其實showroom之前的影片已經很… 關門了 關門了 我們之前已經和大家在上一條Tower5的影片 分享過整個showroom 走過了 有興趣可以看 我們很快就說說重點 今次Tower6的重點是 有很多單位大家看到 畫了大Island 就是兩房三房都會有這些 差不多接近9呎左右的 整條都是Court Island 然後還有Waterfall在一邊 這裡可以坐到大約五、六個人 所有的電器都是Mila 包括爐頭 然後5 gas burner 下面的焗爐 雪櫃 都是Mila 洗碗、碟機也是Mila 這是其中一個特點 另一個特點就是laundry room 大部分的單位都會有一個 是一個side by side的laundry room 它用的電器是Mila 這是重點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樓盤 可能選了一、兩樣電器用Mila 但就錯過了這一部分 將它換到其他牌子 其實Mila這個牌子做得最好的 就是洗衣機、乾耳機 所以他們這次加入了這個 有桌面 有shelfing、lighting 膠樓會有門 這是洗衣機、laundry room的特色 另一個特色就是洗手間 整個洗手間都有鋪磚 全部都是tiles 沒有drywall 就這樣霸場的存在 這是第一點 然後它的洗手間 都可以配給你 就是一個ring head 加一個handheld shower 然後地板有new heat 主人房的地板一定會有new heat 另外兩間房 如果大家買的 是一個洗手間的單位 那些洗手間都可以再加錢 是做地暖的 這些都是court的桌面 其他這些medicine cabinet 就比較 common 各個盤都有 還有一樣 就是它會是default 交樓給你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電插座 所以將來大家如果想 可以將刺板或者點 換成電動 可以洗屁股的清潔馬桶 我們家裡也剛剛換了 所以你有定插座 在這裡就方便很多 因為我見過其他單位 本身沒有插座 插座很遠 你要換的時候 就要拉好一條電線拖板 就比較肉酸 就像我媽媽家的那個 就沒有了 就要拉一條電線 整個單位都會有9呎留底 還有firmal stack 都會配上 Nest的smart control 你是連手機 到時你就算離開了家 或者準備回來之前 都可以先設定 除了20樓以下的一房單位之外 所有單位都有一個充電車位 我們現在就出到 Site的現場 跟大家看看 Amazing Burnwood Tower 6 的居住環境 我旁邊這條 就是Willington Avenue 到南北向 前面是向南的 最遠大家看到的金金地色 現在太陽照著的 就是Mancho Town 回到我們Site的現場 我左手邊這個Lock 這個方向是東邊 現在圍起來的 就會是Tower 6 將來起的位置 就會在這個位置 它的正後方 大家看到 已經是獨立屋 其實是Lingway 這排獨立屋的後面 就是Brand Long Drive 然後我們再一路向前看 前面現在圍起來 圍了一些黑布 也已經有一些吊臂車在工作 那一輛不是吊臂車的 那一輛是甚麼 橙泥車 對 前面有一個橙泥車的位置 其實就是Tower 5 已經在動工 它已經把停車場關閉了 我們剛剛是售樓處 就在旁邊這個白色的建築 看整個Site 向南望去 已經有三座很宏偉的建築 就是Tower 1 Tower 2 Tower 3 其實Amazing Brand Wood的發展商 是Shape Shape的話 它其實整個Lot都是屬於 差不多有28 acres左右的土地 就是一個Mixed Use 有這些住宅可以賣出的建築 也有Rental Homes 然後下面也有商場 它也是把原先的Brand Wood Mall 一路去改建 其實Shape的發展商 也是北美一個很大的發展商 今次這個項目 他們的資金伴侶 即資金夥伴侶 就是安省的養老金計劃會 所以整個項目的 支援支援都是比較堅持的 它也是會比較一體式的 因為溫哥華 這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發展商 可能會把整個業務分開 就是承包出去 Shape的話包括剛才的住宅 整個興建的In-House Team 大家來到Tower One 其實Tower One有幾大樓層 是用來出租的 它是整個In-House Ranking Team 去管理出租單位 連這個發展商都自己做了 包括商場的管理 裡面入住什麼 其實全部都是In-House做完 不是把商店全部賣出去 接著就是LVMH旗下的地產部 LCLE 都是去管理和做這件事 配套上都多 這裡各地標式的商場 是Sporting Life 裡面賣很多體育用品 很多不同品牌都可以在裡面賣到 所以大家可以過來有空購物 銀行都有很多間 TD、RBC都在裡面 裡面都是美食廣場 有電影院 我們剛剛從Size走下來 我想是五分鐘都沒有 一條直線距離 前面這裡大家轉個彎 就會看到Sky Train站 所以大家如果要搭Sky Train 例如去Downtown 都是約二十多分鐘左右的時間 就算你駕車過去 這條一直過去 都可以直辦過去 也很近 我們現在就上個Mall 看一看 我們穿過這條走廊 就會去到Food Court 這條走廊 其實剛才我們繞了一個圈 我們剛才在紅色風樹 拍攝未來Tower 6的位置 其實起完Tower 6 這條玻璃長廊的景觀就會斷了 沒有了山景 就是那個位置 所以大家將來住在Tower 6 走過來兩分鐘就可以 走到美食廣場吃東西 你想吃什麼 我想吃豬扒焗飯 豬扒飯 焗豬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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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聞到一股味 有日本式的火鍋 這個 這個 燒米 是不是有燒米 真的 我們可以先走一圈 燒米是我任何時候都會喜歡吃的 然後有泰式 這些是沙羅和紅色 好 它都是這些 這是什麼 就是那些日本的 你想不想試這間 這間是新的 對 但好像是 主要是吃 那些叫做 天普羅 我不是很想吃炸菜 這些地區很舒服 我想坐下 看看 這個是不是中東的食物 那個 烤肉 對 Persian 伊朗的烤肉 看看 這個是 有小籠包 小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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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焗豬扒飯 這個是炸豬扒 對 對不起 其實這個日本的食物多 幾間日本和中餐 這間是吃什麼 Keybab 包著的wrap 好像這些比較穩陣 你不要這樣 我們叫他問一下 朋友和朋友 他們平時用來吃什麼 油雞飯燒鴨飯 咦 我想要燒鴨奶 燒鴨豉油雞飯 我要 兩個商品 一個16.9 一個15.9 加起來有38.9 麥醬 好像不錯 不知道這裡的燒味 好不好吃呢 很好吃 哇 OK 先試一下油雞 這個是油雞來的 對 嘩 對不起 怎麼說呢 Food Court的質素 很難跟一個餐廳做比較 不過怎麼好 大部分的Food Court 例如比Metro Town 那些Food Court 這個是好一點 我覺得 我只記得那個時候 剛剛來的時候 Metro Town Food Court 吃了一個 越南粉 給我一碗熱水 真的很少味 加了兩條蔥 很奇怪 油雞皮的味道 很好吃 我覺得是 肉有少少的粗 皮很好吃 OK 你覺得OK 我覺得OK 不過不失 剛剛我們在Food Court 那裡吃完東西 這個商場 前面有個Sephora 我就剛剛好 補一補貨 我的眼霜 那些東西 沒有了 其實要換些新的 我想要扔了一些盒具 免得又拿垃圾回家 剛剛坐在這裡的瞬間 突然橫顧到處 都覺得挺漂亮的 其實 因為在香港 我覺得這樣的場景 都多 尖沙咀很多MORE K11 來來外外 都會有很多燈光 做得很有心 但溫哥華這邊 真的很少 其實是 剛剛說的 它是整間發展商 是一個In-house Team 由最前期的設計 整個商場 都是下手下腳做的 所以我們用這個商場的時候 平時不覺得 賣東西吃飯 但坐下來 閒談 聊天 就會發覺都挺漂亮的 每一個地面都有很多燈光 包括中間這個隧道 這個下去的地方 其實都做了很多Lighting 你可以在這裡走下去 下面的Parking 就不用逛逛去外面 然後這些我們坐的椅子 都不是隨便一張公園長椅 它是整塊實木來的 整塊實木 是整塊實木 就是這些實木的價錢 其實都很高的 然後下面也有做了Lighting 整條LED燈 不單止這一張 這邊也有好幾張 之後每一棵種植的樹木中間 下面也有一些燈 所以整個area 那個氛圍感其實都挺不錯 然後你住在這個 我的感覺就是來到這裡 都會覺得挺舒服的 又不是周邊的人很多 適量的人也不會太冷清 好像現在天氣晚上 又不是很熱 就坐在這裡很舒服 除了這些大量的Sitting Area 去到中間廣場的位置 又是有噴水池 那邊有很多桌子 讓大家坐一下 我剛才在這個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 其實是有心做的 整條樓梯都是有燈 這條行車的馬路 兩邊都做很多Lighting 所以大家晚上在這些範圍走 都會相對安全 起碼你不會撞到東西 那麼多照明的話 都比較安全一點 你的感覺 挺舒服的 你這個人有垃圾 原來不是我的 我剛才想撿一撿 看到有人丟了在這裡 誰 剛好這麼漂亮 要弄我的垃圾 對了 我們好聊天 謝謝 今天請幫ibr 您好嗎 感谢观看